在經濟委員會 廖國棟質詢水利署署長 是否把預算用完 把該做的水利工程做好 再針對水利署整治核酸與地方水患的預算 強烈監督要對症下藥 尤其廖國棟說 莫拉克的原鄉重建特別預算 和水利署水患治理預算不可以重疊 尤其是泰馬里西的整治 應該有針對性的執行原鄉的災後重建 水利署表示 莫拉克特別預算跟國家水患治理預算 在東部的重建區域 是有共同涵蓋的區域 但是預算是分開編列的 絕對沒有重疊的問題 我們拿泰馬里西的整治的話 這個整治是有用到水患治理 那原來泰馬里西就是在水患整治 特別預算的適用範圍 它在莫拉克期間受災 所以我們加速去辦理 它是原來就在水患治理特別預算裡面的 那這個部分已經治理完成 經費沒有重疊 但是你們的重建跟治理是重疊的 受災區域重疊 對 經費沒有重疊 那原來泰馬里西就在水患治理特別預算的 適用範圍本來就在進行了 所以後來是速度加快了 國家的河川治理特別條例 編列了八年一共一千一百六十億元的預算 但是簡東民質疑 這都是針對區域性的排水問題 但是上游的部分河川整治做的並不完善 執行動作也太緩慢 倒是在台東嘉蘭部落 當莫拉克颱風這種強台很少的時候 就沖走了五十幾棟房屋 河川氾濫的問題 造成超乎預期的連帶破壞力 這都是因為當初政府在整治上游的時候 並沒有積極的作為 簡東民說台東嘉蘭地區的民眾 應該可以申請額外的國家賠償 整治河川不能依靠地方的公務預算 河川治理的特別條例 整治預算應該要積極的介入來使用 未來假設地方政府有特別的需要 水綠署還是會伸出援手 我想還是值得研究的地方相當多了 現在申請國培的 現在原住民這些要因為整治 或是治理沒有治好 申請國培的只有手自有三個地方了 現在在訴訟了 申請國培 我剛才講過他們申請國培 絕對是有它的原因存在 他看到我們政府在施工 或是在處理整治的工作 真的是有言論啊 水綠署長則是針對河川整治不利的部分 表示會積極進行檢討 無論是特別條例 或者是地方的公務預算 水綠署會協同地方政府 把河川的上中下游整治積極加強 讓民眾不要再受到加倍的傷害 記得公眾報告 立法院採訪報導